大家好,我是小颜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糯米饼非常好吃又简单的做法 红糖糯米饼 做出来味酥里糯 香甜又好吃 首先盆里面放入400克糯米粉 准备一个晾杯 里面放入340克温水 向水里面放入4克酵母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把酵母粉搅拌融化 然后把酵母水倒入糯米粉里面 少量多次的加入 一边倒一边搅拌 搅拌成像这样偏干一点的糊状 这样就行了 干上壁铃发面两倍大 这个时候准备一个空碗 将里面放入适量的红糖 三勺红糖 放入两勺面粉 把红糖和面粉搅拌均匀 让里面没有大的颗粒状 如果有太大的颗粒状 可以将它捏碎 半个小时的时间 糯米糊也发酵好了 糯米糊发酵好以后 像这样比较松散的感觉 用筷子将它整理一下 整理好以后先备用 电米铛先刷上食用油 把电米铛先预热 手上也刷上一点食用油 然后下手抓上适量的糯米团 先团的光滑一点 然后再按成一个饼状 这个小饼不要太薄了 太薄容易露馅 放入一勺红糖 然后把口收住 再团的圆润一点 像这样非常光滑的小剂子就做好了 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放入电饼铛 每放入一个小饼都要按压一下 按压好以后 小饼不会太厚 这样容易烙熟 像这样轻轻的按几下就行了 盖上盖子烙两分钟 烙至一面定型以后进行翻面 一直烙至两面都看得非常的酥脆了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喜欢吃糯糯的甜甜的小糖饼 赶紧试一下这个做法吧 外面酥脆 里面香甜软糯 看得好吃 其实吃起来更好吃 咱们可以掰开一个 让大家看一下 甜甜的糯糯的 看得太残忍了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按我的视频请点赞评论留言转发哦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